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二的路行新闻 又是我阿仙 今天换了一个新发型来见大家 一开始当然不是介绍我的新发型 而是介绍今天的伸展操 这个伸展操非常适合那些常常坐在那里 因为狗座 然后令到你下背很紧 很僵硬的朋友做 特别适合女士做 因为女士上班都要穿高跟鞋 其实除了小腿会累之外 你的下背都会承受了一些力量 令到你都会累 这个伸展操如何做呢 非常之简单 首先你办公室的椅子 要是一些滚滚的椅子 就是这些可以有滚在移动的椅子 然后你又将这张椅子调到最低 时间的关系我已经是调到最低了 令到你的脚可以碰到你的脚板 地板 如果你是穿高跟鞋的女士 就可以脱下高跟鞋 因为我们今次的伸展租 是不需要穿高跟鞋的 接着要连向你的办公室桌 然后双手放在桌面上 将一张椅子移到最后 移到可以到哪里 就在哪里停 这个时候你会留意 千万不要拱背 尽量这个背部是平的 也都不要说咬背 因为我们现在最想做下背的舒服 所以如果你咬背会增加压力 然后去到一个位置你停了之后 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叫做抹窗的动作 怎样做呢 很简单 首先你一边手就贴着你的桌边 然后另外一只手就这样抹窗了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hold住8秒左右 其实整个动作我们是不会停止的 就是我们会这样换边 1 2 3 4 5 6 7 8 停一停 然后放下 然后再做另外一边 1 2 3 4 5 6 7 8 再停一停 然后放下 这样就是为之一set 我们每一次就会做8set 而每一次每一边都会做8秒钟 非常简单 用耳机 对不对 我们每一天就做三组 即是说8 3 24 你做完之后就会发现 好像没有之前的鞋背那么酸痛 希望这个动作可以帮到 除了有些寒背的人 也帮到一些可能下身 下背会酸痛的朋友 好了 做完这个伸展称之后 回来就要讲 星期二的露餡新闻 我今次就选择了一些 全部都和气温天气有关的新闻 刚刚之前香港就行流集港 就有些冷 不过现在就回暖了 听说未来都会冷 不过我觉得香港真的很幸福 因为就算多冷都好 它四季分明之类 就不会很冷很冷 下雪 而有些地方 其实现在已经是白蒙蒙一片 下雪了 就像加拿大这里 下雪了 而有个男子做了一个实验 他就在白蒙蒙一片的雪景里 就用了一些非常热的热水 灑去天空 不如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对 神经病 有些都会冷 碰到地面 对 原来将热水潑去天空的时候 因为太冷了 -34度 所以立即变雪下来了 不过看完这么真的天团 也想提醒你 就算你在外国下雪的地方 也千万不要做一些实验 因为如果天气不够冷的话 真的可以说是玩命 那就很容易受伤了 就算你留在香港 也提醒你 因为未来会冷 记得穿多件衣服才出街 听到刚才的新闻 -34度 真的不能想像 因为香港真的未听过-34度 但原来全球最冷的地方 有-67度 -67度真的难以想像 不密也难以形容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俄罗斯 它当中的一些男女生活 其实都非常困难 首先看看照片 哇 没见过 连眼睫毛都会结冰 对 因为眼睫有些泪水 我们又有些热能 会蒸发水 但因为一蒸发的时候 就立即变雪了 所以眼睫毛 现在好像用了一些白色的蜘蛛 变了白蒙一片 另外 它们在生活上 也有非常多的不便 好像是它们要开车出去 为了引擎关系 如果要再摊着 就很难 为了避免这件事 就唯有浪费油 就要继续开引擎 而且冷到-67度 是动不了的 所以它们有时候 真的会选择 只留在家里 不动就算了 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在这个生活 你会怎样做呢 阿仙呢 其实都没有去过 一些落雪的地方 所以不要说-67度 只是落雪的地方 我都不知道怎样 不过在香港 就知道 怎样可以令到自己 保暖一点 最简单的 就是 穿一些保暖的衣物 好像是一些保暖的底衣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不过呢 要选择的时候 都要注意 最近呢 就有一个调查 拿了20个 可能香港有得卖的样本 分别从它几个方面 譬如是大家最关注的 保暖度 排汗的快缸度 透水度 透气度 耐用度 等等 去测试 结果呢 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最贵的一只牌子 因为它就脱回平方米 看看尺寸和价格 脱完之后 发现最贵的 不是太保暖 反而一些我们比较平民的 便宜的大牌子 更保暖 所以有时买的时候 不要觉得越贵 那样东西就最好了 最好呢 就要戴着个智底精明眼 去看看 除此之外 这个新闻也说 好有趣 就是 这些保暖衣物 如果你洗了超过30次 会越来越暖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现象出现呢 就说到原来那些纤维 洗得越多 就会越松 松了之后 就令到它里面的空气会多了 从而保温度 因为保暖的衣物 外面就是隔走层空气 而入面那些物料 其实就是将你本身包住的空气变暖 所以洗了30次之后 有一些保暖衣物 它的保暖程度 是多了成两成那么多 不过呢 因为是这个原理出现它的保暖升高 所以不是越洗得多次就越好 最重要 都是刚才说的 带着个字底精明眼 那我们人类都会想尽办法 去看看 如何令自己保暖 去渡过这个严寒 那动物呢 都是一样 最后一则新闻 带来一个非常珍贵的动物片段 就是由美国一个沼泽公园 去上升的 那这个鱷鱼片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咦? 是不是看到那条片上好像没有鱷鱼呢? 其实你看真一点 你就会发现 原来那些鱷鱼 它的嘴只有一点露出冰面上面 原来就说到 这些鱷鱼大概知道什么时候会结冰 为了不会窒息吸不到气 它们就会在结冰前 将嘴伸出一点 让鼻孔可以呼吸到 然后就开始不动 尽量减低自己动动的热能 去渡过这个严寒 所以有时动物都非常聪明 介绍到这里 那当然要讲一下 今天要讲的这个日文字 讲了四则新闻都是和动的有关系 所以一定要介绍这个形容词给你 去! 对了 这个就是读 SAMUI SAMUI 韩字就是读 SAMU 这个其实是一个形容词 因为上次也说过 有个E字那些 全部都是形容词 所以如果下次你想和别人说 冷的话 都很简单就是和别人说 SAMUI SAMUI 那就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arran词吧 什么意思 第二个 RNA 这可以字幕里边 之后 什么 Sabah